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极力新推出的icon 通常来说一辆车的出现都它自己的意义 有的车可能是说它要引领未来这个车家族的设计 也有的车是为了弥补 它还欠缺的细分的市场 但是这辆车的出现我感觉它纯粹就是为了秀操作 比如说这车刚一推出的时候 前两天已经开始卖它最顶配的银河版了 大家就会说这长得跟概念车好像基本一样 这是头一次在汽车上面发生买家秀跟卖家秀 非常接近的情况 这个车刚一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一看这车前面根本就没有特别明显的进气口 是不是又是一个电车 实际上不是 它是一个1.5T的一个传统的燃油版车型 包括这个车前脸一看 大家觉得这个车灯也太细了 这跟小秘密眼似的 但实际上它真正的大灯组成隐藏在这 上面只是一个日间行车灯 这个高度我觉得对于对面来车还挺照顾的 因为如果SUV车型车灯很高的话 你开小灯的时候 对面可能也会觉得很慌眼 所以说算是为了对面照顾照顾吧 来到车侧 这辆车的长度呢 达到了4米35 轴距也有2米64 这两个数据都要比自家的宾约稍微长那么一点 但是这两辆车呢 同样出自于极力的BMA平台之下 包括我们今天拿到顶配车型 它用了一个19英寸的轮毂 对于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外观来说呢 也是挺恰当的 当然整个车侧最有链点的地方 就在于它的门把手 ICON呢采用了一个隐藏式的门把手 只有在你解锁车之后 它才会弹出来 这个设计其实在行驶过程中 对于风阻的这个帮助还是挺大的 好了 咱们到车尾来看一看吧 整个车尾的设计呢 其实跟车的前部跟中部 还是有很强的统一性的 未来感十足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 就是一个非常年轻运动的车型 还是应该把排气管露出来 但是ICON呢 它是隐藏在车底的一个排气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吧 咱们来看看后备箱的容积 其实近身还可以啊 但是这个地台的高度太高了 是因为打开之后 里面已经有了一个 很深的泡沫质的工具箱 在这工具箱之下 还有一个备胎 我很少见就是在这个车身尺寸的情况下 还把这两个东西叠在一起 所以导致就占用了太多这块的空间 然后就让这个地台很高 所以整个后备箱的高度呢 就不是很理想 好了 咱们到车内来看一看吧 坐进ICON的车内啊 首先还是这种非常富有科技感的这种设计 然后我们这辆车的这个配色呢 是红黑的配色 你可还可以选择其他的浅色的这种搭配 不过因为这车的价位在这儿 所以中间这个贯穿的这个红色的饰条 并不是真皮带缝线的 而是这种糖素工艺仿制的 除此之外 这个车增加了一些类似于这个香包拉手的这种装饰 然后副驾驶的政策也有 这辆车还运用了这个时下比较流行的那种双屏设计 但是主驾驶前侧的这个液晶屏呢 并没有遮光板 但是厂家已经说我们针对这个反光问题 已经做了很多优化了 所以反正起码今天阴天这个情况下 它是基本没有出现反光的情况的 我觉得这一点做的还可以 并且iCon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大家可能在其他车身见过 就是这个位置会有那种特别浅的槽 除了放点钢笨什么的之外 其他都放不进去 但是iCon呢 在两个水壁架边上有一个特别深的槽 放这个我这苹果MAX这手机完全没有问题 并且是这个一边一个 放两个都可以 前侧呢 还有一个无线充电的口 底下还有一个掏空的一个设计 所以我觉得iCon前排的处步空间还是不错的 现在咱们到后排来看一看吧 来到iCon的后排 首先来说说空间 前面是我调节好的驾驶位 腿部勉强能放进一拳 头部还可以 因为这个全景天窗的面积真的特别大 尽管它不能开启 但是它这个延伸的位置 就算你这么躺着也可以看到外面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还有就是它的地台 它中间隆起就只有这么高 所以就基本跟纯平一样 所以中间如果坐个人感觉还可以 但是稍微有点问题 就是大家可以看这个座椅 其实长度是够长的 但是它角度太平了 所以这么待着 虽然它已经到这个位置了 但是依旧承托不到膝盖这个位置 所以可能感觉上承托会有点不好 除此之外配置 有一个常规的出风口 然后两个USB口 有个中央扶手 上面有个背架 后排就是这样 咱们先把它开起来 看看它的动态表现怎么样 动态驾驶部分 这辆吉利Icon采用了一台 1.5T的三缸无人增压发动机 单说这个发动机 它的最大功率是177马力 但是算上48V轻混系统以后 它系统的综合功率 达到了190马力 最大扭矩达到了300牛米 所以它这个整车的加速时间 是7秒9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对得起 这个炫酷的外观的 不然的话 别人一看你这个外观怎么凶 但是你要跑起来 是一个9秒10秒开外的车 其实也有点尴尬的 这套动力系统 其实在吉利的其他车型上 也出现过 吉利也并没有针对这个Icon 进行太过于特殊的调教 所以它整个开起来 跟基于BMA平台下 其他吉利的新车 这个感受还很相似的 虽然它的整体的风格 都非常运动 但是即便在现在运动模式下 它的方向盘 包括油门刹车踏板的感觉 还是那种比较轻松的 那种很轻盈的感觉 并且吉利比较聪明的一点 是它知道Icon用的是 一个三缸发动机 可能消费者能会对它的 运转的音质比较苛刻一点 所以它对于发动机的噪音隔绝 做的还是挺下功夫的 我虽然不那么好听 所以索性我就不让你听到了 对吧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 但是噪音部分在行驶起来之后 出现了一个小问题 因为正好今天是雨天 所以刚才提到的这个超大的 这个不可开启的玻璃罩 雨点击打在上面 这声音是比较明显的 而且现在仅仅是小雨 所以我觉得如果您居住的地方 是一个雨水比较充沛的地方 那你买一个这种 偏窗超大的这种车 在中雨或者大雨的时候 这个雨点击打的噪音 可能会挺扰人的 最后来总结一下吧 首先这辆Icon在动态驾驶部分 是能符合预期的 而且我觉得它的内饰设计 要比外观设计更出彩一些 毕竟它来这儿 就是为了秀操作来的嘛 这辆车的价格也不是很贵 之前上市的一个银河限量版 的售价是132020元 这基本是一个顶配的价格了 其余车型会在今年情人节 也就是2月14号的时候正式上市 我猜测它主销车型的价格 应该是在10万到12万元之间 我觉得这个价格买一辆Icon 还是挺直辉票价的 好了这期车手出见就是这样 咱们下回再见吧